開發了好久好久的 The Last Guardian 終於猜不到一個月就要正式登陸在 PS4 主機上面囉 而上週年也公開了最新的關卡試玩影片 看著Tolico 毛柔柔的可愛模樣 就是等不及想跟他一起冒險囉 趕快來看最新影片吧 讓老玩家等待了青年的食人巨嬰Tolico 總算要在下個月發售的 The Last Guardian 中登場啦 在本作中玩家扮演的少年主角 將會和Tolico 在奇特的神秘島嶼 進入一場勤冠冒險 在最新公開的試玩影片中 可以看到主角與Tolico 穿梭在高聳而且充滿未知危險的遺跡中 有些地方需要主角爬到Tolico身上 靠他跳上人類到達不了的高台 有些機關則是需要兩人分開行動 主角先把開關設置好 再靠著Tolico的力量打開通路 就像上田文人製作人之前的作品 汪達與巨像和Eco一般 玩家絕對會深深著迷在 The Last Guardian 裡 那個靜密又充滿魅力的遺跡世界裡 看著主角在超級高聳的遺跡爬上趴下 Aris 的手心都冒汗了呢 等12月6號發售當天 我要跟Tolico玩耍一整天